大家好,我是法国博物馆讲解员A马 我们在西方的绘画雕塑当中 经常看到这样一匹长着翅膀的白马 和梦幻 她叫佩格索斯 是海神波赛东和美杜莎的儿子 等等 美杜莎 是那个长着满头蛇发的女妖吗 没错,就是她 但是她之前并不长那个样子 美杜莎的父亲福尔库斯和母亲勒托 都是大海中的神奇 她和两个姊妹住在极西之地 在许多的神话当中 她们都长着蛇发 铜手 金色的羽衣 面容可怕 但是根据奥维德的变形记 美杜莎是三姐妹当中 唯一的一个凡人 她虽然没有不死之身 却有着较好的容颜 尤其是一头绣发 引人注目 一天 海神波赛东被她吸引 竟在雅典娜的神殿当中 强暴了她 愤怒的雅典娜要惩罚美杜莎 才将她的头发变成一条一条 吐着杏子的蛇 可是 为什么受惩罚的是美杜莎呢 可怜的美杜莎的悲剧命运还没有结束 普尔修斯是宙斯变成一阵黄金羽 和美丽的达纳厄生下的儿子 为了避免母亲嫁给想要强娶她的国王 普尔修斯答应国王取下美杜莎的手机 可是美杜莎有一种天生神力 任何看到她的人都会变成实相 那怎样才能砍下她的头 却不与她对视呢 这一次又是雅典娜 送给了普尔修斯一面光可见人的铜盾牌 使她能够通过盾牌就能看到美杜莎的动向 于是普尔修斯成功地砍下美杜莎的手机 但此时的美杜莎其实已经怀孕了 在她的头被砍落之时 她的两个儿子巨人克里萨额尔和飞马佩格索斯 从她的伤口中含血而生 普尔修斯并没有被眼前的景象惊奇 她将美杜莎的头装进格囊 骑着佩格索斯 也就是美杜莎的儿子飞快地离开了 在到达克普斯王国时 普尔修斯解救了差点被送到海怪口中的公主 安德罗莫达 很显然这位公主也有着倾国倾城的美貌 普尔修斯脑子灵光的呢 她在与海怪搏斗之前 就要求国王先答应她 如果成功会将公主许配于她 她才能英雄救美 所以成功抗击海怪的普尔修斯 要与公主成婚了 这个时候公主的未婚夫菲纽斯不高兴了 她带着一大队军马来到宫中 要置普尔修斯于死地 以抢回她的未婚妻 纵使普尔修斯英勇无畏 挥剑如神 毕竟是单枪匹马 抵不过前夫后继的 菲纽斯的军士们 就在她历尽气劫之时 她从格囊中掏出美杜莎的头颅 此时的美杜莎虽已魂归久俏 却仍有将人变成石头的神力 普尔修斯喊着 如果你是我的朋友 请转过身去 随即将美杜莎的头高高举起 菲纽斯和她的兵士 顿时都变成了石像 这么好用的美杜莎之头 普尔修斯自然不敢私藏 而是将她敬献给了 帮助过她的雅典娜 雅典娜将她固定在自己 闪闪发光的胸甲上 另一种说法是固定在她的神盾之上 任何看到神盾的人都会变成石头 这幅表现美杜莎的最著名的绘画之一 卡拉瓦乔的美杜莎 就是被放在费迪南多一世的盾牌之上的 显然化用了神话中美杜莎之头的威力 本来是受害者的美杜莎 却被变成可怕的女妖 被和她毫无纠葛的普尔修斯砍头 并成为后者的武器和功绩 最后又被送到把她变成蛇发的雅典娜手中 美杜莎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所有配角一样 无非是神明和英雄脚下的一只蚂蚁而已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